忠孝品酒酒精中毒死 首托衣冠起诉 台南陆军飞弹炮兵学校一名诚姓忠孝 前年6月和其他同仁聚餐 他狂喝高粱酒和啤酒 左右不剩酒力倒在桌上 被扛回炮校医务室交由衣冠照护 衣冠见忠孝作业的不省人士 就先帮他打生理食用水 降低血液中酒精浓度 之后两个小时内 衣冠不断检查但忠孝依旧昏迷 后来衣冠离开医务室 早上却发现忠孝已转气死亡 经过鉴定忠孝被送到医务室时 已酒精中毒 若衣冠第一时间转送医院 应有救回的机会 检方认定医冠医疗过失 医业务过失致死罪提起公诉 动新闻台南报导